大家好,我是你们的PigBrother,朱蒂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人类由于基因突变而成为超级英雄的俄罗斯电影《守护者纪元》 由喜欢超级英雄的小伙伴可以一睹战斗民族超级英雄的风采 话说在冷战时期前苏联有两个天才科学家 他们一个是机械控制领域的大光头,一个是基因专家 光头偷窃了基因专家的转基因技术并且成立了自己的转基因实验室 但不幸的是实验室爆炸了 光头变成了一个可以控制机械的超级英雄,有了如此强大的超能力 光头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治全世界 此时俄罗斯军方已经研究出了一种强大的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可以自动避开攻击,而且火力强大 光头就利用自己的超能力控制了这些机器人 同时他还盗窃了俄罗斯很多的军事基地 将大部分的装甲车坦克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 为了对付光头,俄罗斯成立了一个守护者联盟 为首的是一个女军官大眼妹 大眼妹觉得想要打败光头就必须依靠超级英雄 于是他找到了光头的实验室爆炸时受到波及的四个人 这四个人在爆炸中也获得了不同的超能力 首先是大胡子 大胡子目前在一个修道院修行 他的超能力是可以控制岩石 第二个是刺客 刺客本来是一个武术家 他的超能力是瞬移 可以随时出现在任何的地方 第三个是大雄 他本是一个科学家 他的超能力是身体可以变化成力大无穷的狗熊 最后一个就是隐形女 他的身体可以变成液态的水 并且可以在水中隐形 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好和平 于是他们接受了大眼妹的邀请 加入了守护者联盟 没多久军方就发现了光头的行踪 此时光头正藏匿在一个废弃的工厂 为了统治世界 他还制造了很多的机器士兵 但这些机器士兵在四个超级英雄面前明显不够看 大胡子控制岩石给自己穿上了一层岩石铠甲 就连子弹都打不死 大雄变成熊人后对付机器人也是砍瓜切菜一样的容易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这根本就是一场阴谋 似乎光头早就有了准备 刺客首先被麻醉枪射中 隐形女也在变成液态的时候被冻成了冰雕 大雄则被一张收缩网给 至于大胡子则被光头一个断腰给KO了 接着光头出动了自己的机械大军开始大举进攻城市 而守护者联盟的将军竟然也投靠了光头 就是他给光头通风报信导致了守护者联盟的被抓 不过做叛徒自然也是没有好下场的 此时光头命令机械大军拆了一个巨型的卫星发射塔 并且把发射塔运送到了俄罗斯的联邦大楼 而这边大爷妹发现大胡子并没有死去 并且他还成功的救出了其他的三个人 经过分析大爷妹认为光头是打算利用发射器来控制全世界的卫星 然后通过卫星控制全球的机械 所以想要打败光头就必须要摧毁发射器 但发射器的外围有一个电磁防护网 所以必须要先破坏掉电磁防护网 这个艰巨的任务很显然只有守护着联盟才能做得到 此时科学家们也为四个人研究出了一套战甲 大胡子的战甲是一根可以放出电流的鞭子 这个鞭子上捆绑了岩石 好让大胡子控制鞭子 熊人的武器直接就是一个加特林机关枪 隐身女的战甲可以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隐形 并且当他碰到其他的物体的时候 其他的物体也能隐形 刺客的战甲可以提升他的防御率 让他的行动更快 之后四个人便开始想办法炸掉光头的发射塔 是更上一层楼尤其是大胡子 这哥们的鞭子竟然可以变成一个盾牌 熊人也不差他的机关枪 让他拥有了远程打击敌人的能力 而且当他完全变成熊的时候 直接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炮台 但即便如此四个人仍然不是光头的对手 不过此时他们已经破坏了发射塔的保护网 任务已经完成 他们就乘坐飞机赶紧离去 接着俄罗斯军方开始发射各种导弹怼向了光头 而光头的超能力就是控制机械 也包括导弹 所以军方的导弹根本炸不了发射塔 怎么办呢 此时大眼妹告诉四个人 其实他们的超能力是可以融合的 而且威力巨大 于是四个人就尝试一起发工 融合的超能力确实很牛逼 直接炸掉了发射塔 也炸死了光头 至此电影结束 其实本片前面的部分还是很不错的 情节紧凑 特效也是牛的一批 但后面四个人一起发工的设定 就真的是太烂了 不过这四个人的超能力倒是挺别致的 尤其是大熊 就是有点废酷的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我是猪笛一只爱看电影的猪 我们下期再见